冰箱,生活好 现代家庭必不可少的伙伴 他却会成为危险的杀手 究竟如何与他和睦相处呢? 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冰箱,现代生活中的必需品 你是否感受过他带来的烦恼? 一下子吃了好多之后,头会特疼 有时冰箱还会成为危害我们健康的杀手 在昨天的节目中,来自解放军二炮总医院的理方主任 跟我们的健康嘉宾团详细讲述了冰箱导致的几种疾病 包括冰箱肠炎,冰箱胃炎,冰箱头痛和冰箱肺炎 这些由于冰箱清洁不当造成的疾病 我们要用哪些方式来避免呢? 对于冰箱,我们又该怎样看待它的方便与实用呢? 冰箱呢,它不是保险箱 它也不是储物柜 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的健康记录节目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过了 如果冰箱使用不当的话呢 很有可能冰箱是一个制造细菌 让我们产生疾病的一个罪魁祸首 那应该在生活当中如何科学合理的使用冰箱呢? 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探讨这个问题 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六位 非常热心的健康嘉宾团的成员 欢迎大家 本期节目的嘉宾团由六个热爱电影的年轻人组成 他们爱好文艺 他们同样热爱生活 带着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经验教训 他们将在节目中与主持人和专家共同探讨 由冰箱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 依然是来自于解放军阿尔炮总医院儿科的李方主任 欢迎李主任 李方主任医师 解放军第二炮冰总医院儿科主任 全军儿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全国小儿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 擅长小儿呼吸系统 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治 今天节目一开始主持人的第一个问题抛给了健康嘉宾团 请他们回答冰箱的卫生死角在哪里 对于这个问题各位年轻的嘉宾给出的答案竟然各不相同 来公示一下大家的答案 冷藏是里面的角落是最脏的 因为就算有时候清洗冰箱就擦一下里边 那个角落也擦不干净 总会留点什么东西在那擦不干净 反正就觉得那是最脏的 所以我放东西尽量不往那个角角落落里放中间 因为我觉得那个冰箱门它周围这一圈 不管是你用开不开这个冰箱 它这一圈是与这个外界有接触 然后那个灰尘可能就落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应该是比较脏 我觉得这个门你经常手开开光光的 然后你这个做完饭带着油屋什么的 就一块就沾着那个门边上了 然后就特别的那个弄不干净 所以觉得是冰箱的萌 一般还真的是 就是做完饭一手的油 然后抠冰箱取东西 对对对你来不及擦 然后伸手就开冰箱 然后放东西还有蔬菜啊水果上面的一些 那些什么果汁啊什么的 我觉得因为也不好清洗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弄 所以我也不怎么用冰箱 觉得都挺脏 于是你们家的冰箱就一直空着 是 主要不知道怎么清洗 看那个挺挺费劲的感觉 刚刚主持人没有提到这一点 但是听完李主任的话之后 我觉得冷冻室是最脏的地方 因为它里面的冰霜 我们可能很长时间都不去清理 然后很多细菌可能就一直滋生着 然后都没有都没有管它 我觉得冷冻室是最脏的 我觉得就是冰箱里边搁东西那架子 还有那个架支撑架子 那个边角 就很脏的 因为那个边角本来就很小 而且它很长 就是很难洗 还有那个架子吧 它有的是平的 但有的是网格的 就洗起来就特别麻烦 我觉得那玩意不好弄 有的时候放东西 比如说汤汤水水啊 顺着那东西就可能流的到处都是 嘉宾团的答案 基本上概括了冰箱长期使用后 最容易被污染的部位 但是显然 他们对于如何消除这些污染 还没有太好的办法 那么接下来 理方主任会给他们提供怎样的帮助呢 首先在清洗冰箱之前 大家一定要断电来清洗 就是最基本的常识了 那清洗呢 我们就拿柔软的布子 然后用温水洗就可以了 来进行擦拭 如果这冰箱特别脏 那你就用点肥皂水来洗 洗完以后把它擦干净 晾干以后 你再通电再使用 那这是清洗 那冰箱呢 不仅仅要清洗 它还要消毒的 那我们一般常用0.5%的漂白粉 给它进行擦消毒 那么到夏季 我希望大家呢 最好能一周清洗和消毒一次 我不知道大家做到了没有 不可能啊 一周清 我问一个看起来最爱干净的人 多少时间洗一次 老爹眼 你家那个冰箱多少时间洗一次 我觉得我家的冰箱不用洗 因为它利用率很低 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适量军 所以也就意味着没有洗过吗 那肯定就不用洗 当然就没有洗过 找理由 找借口吧 这就虫儿不就得了 那刚才提到就是要一周用消毒液 或者是肥皂水清洗一下 特别是夏季 夏季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放的东西比较多 我想问一下 那个为什么一定要断电 断电就是特别安全 在一个断电以后 你这个冰壳里面 这个冰才能化掉 才能够好好去清洗它的冷冻水 冰水不就是冰的 就是一个冰的状态就好了吗 不是 冷冻水它要化掉以后 把它擦拭干净以后 你再放置一些冷冻的食品 这样才就是安全的 才是卫生的 这冰我刚讲 就是说它容易一些有叫血水 冻的一些肉的一些血水 可以溶解冰里面去 比如说一定得等它里头的冰什么的都化完了 然后这样开始 是这样 要自然把它溶解化完以后 把它擦拭干净就可以再用了 不断电它是不安全的 就您 比如你刚刚说 有的那个肉类的血留在上面 对 就时间长它就有 然后我不是等它化 我直接把它给铲了 把冰块整个铲掉 确实有 那它这种方式可以吗 就是比如说发现有冰的污染的东西 不用断电 先把这冰直接抢掉不就完了 这个还是不安全的 再一个就是说你冰没有溶解的时候 硬去给它铲除 其实容易损害冰箱的 看上去 方便安全的冰箱 却暗藏诸多卫生死角 那么到夏季 我希望大家呢 最好能一周清洗和消毒一次 原以为是食物的保险柜 殊不知 它会带来健康危险 如果这么放的话 食物之间的交叉感染是很重的 如何让冰箱真正做到保鲜健康 请继续收看健康之路 看不见的卫生死角 冰箱下 我们接下来就有一个难题 要留给我们现场的几位了 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食物 各种各样的 冷的热的 生的熟的都有 那我们希望大家 用我们的现场的这个冰箱 把这些食物摆放进去 看什么样的摆放方式是最合理的 哪位男士 我们现场的男士 愿意提升一下自己的生活段位呢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难度 可以 老电影吧 好吗 我现在开始放了 老电影对 把这些食物摆放在冰箱里 用最合理的方式 最不利于细菌传播的方式 其实也很简单 这就放完了 这就放完了 是吧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用掌声感谢一下老电影 挺辛苦的 两大都是食物 迅速地摆放在了冰箱里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前提 就是这种摆放方式 是不是最合理的 最不利于细菌传播的一种健康方式 几位的评价如何 看看 可以走下来看一下 没问题 请参观一下 没关系 我觉得还是很整齐的 你是按照这个色彩的差别 搭配在一起摆的吗 我对这个艺术感 很有感觉 对 你是考虑一下画面感是吧 每几个颜色搭一起最漂亮 怎么样 几位看完之后的一些如何 我觉得摆得太乱了 什么没分开 都是乱七八糟地摆到一起 蔬菜水果也没分开 然后饮料什么的也 都是乱哄哄地摆在一起 我觉得不好 看就得听女士的 这事 蔬菜就是它不带水分吗 它得拿保鲜膜给包一下 再放进去比较好吧 它水分就不容易丢失了 这样 蔬菜用保鲜膜包一下 对 那现在咱们看到这几个蔬菜都 就比如说环果那种 这个环果我哥里边 肯定两天之内一定吃完了 我觉得 所以问题不大 要不然也还浪费一个塑料袋 多不环保 我是这么想 后面这位女士 陈美 香蕉放在冰箱里是不合理的 因为香蕉它很容易就是变黑 长黑点 黑也能吃 男士有不同的声音了 人家谁说香蕉只有黄的能吃 我们黑的香蕉也可以吃 稍微黑一点 没问题 只要里头长是白的 关键是里面 咱们来请教一下 我们非常有经验的专家 您看完老店人摆放的这种冰箱的格局 您的感觉是怎样的 利于我们的这种健康吗 合适吗 首先它不合适 有些冰箱的东西可以放进去 有些不可以放进去 冰箱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往里头放的 比如说像热带水果 刚刚我看了有什么 有香蕉 刚才那陈美说到了 香蕉和火龙果 大家记住一点 就是说热带的水果 它是怕凉的 大家不要往冰箱里放 特别是香蕉 大生活中可能都有这种经验 香蕉放在冰箱里受凉以后 香蕉皮就发黑 出现一些黑点 虽然它里面肉质实际上还是白的 但是它已经是腐败了 像这种都不要去食用它 热带水果不能放冰箱 不能放冰箱 除了火龙果 像咱们说荔枝 芒果 榴莲 山竹 山竹都是热带水果尽量不要往里面放 那热带水果放哪里 保鲜的话怎么办呢 应该是现买现吃 我不主张把它存放很多 放在冰箱里面 好几天去吃 其实这是不安全的 然后还有一些 你觉得不合适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土豆 土豆 土豆不放冰箱 土豆你觉得放冰箱合适吗 我觉得没有别的地方更合适了 因为土豆它是以带皮的 像这份土豆南瓜红薯 像这一类东西 大家不要放到冰箱里面 它本身它就有带皮 它本身就有抗氧化作用 那么你把它放到室内阴凉通风地方就足够了 那我总不能细了皮放进去 如果你放的如果不削皮放进去更不对 因为它土豆上面很多的泥土 它带有很多细菌 所以你放的这么放的话 食物之间的交叉感染是很重的 交叉感染 如果你刚说是削了皮那也不行 你削皮不是黑了吗 它氧化了 对 我知道这个不能吃 然后带皮的这种鼠类就可以不放进去 那还有像芋头还有山药算不算这一类 也算这一类都不要放到里面去 就在外面就可以了吗 就可以了 医术人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最近北京的温度挺高的 就是土豆好像预高温就容易生芽 那如果就是在像我们居住条件比较简陋 就是那么高的温度它不会生芽吗 是 在外面放置是有这么个问题 但是不能因为生芽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 但是放冰箱它的危害比生芽还重要 为什么 它的泥土它带菌太多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为了避免它生芽 就是说买回来以后 尽快把它吃掉 我们其实做饭用的大葱 你喜欢用的方便吗 就是洗了之后 然后就放在冰箱里 做饭的时候 就是一生拿出来就不用洗 直接切就可以用 那个可以吗 这个可以 但是一定要保鲜膜把它包好再放到里面去 蔬菜这样摆放可以吗 蔬菜摆放还是可以的 应该就是刚刚有同事说的还是对 就是一定要用保鲜膜给它保护起来 再放里面 对 特别是这还没有涉及到绿叶菜 绿叶菜也是一样的 要保存的话 一定买回来绿叶菜 一定把它清洗干净 把水分控干以后 再把它放到保鲜膜里 封好口放进去 什么洗干净呢 洗干净不是比较容易坏吗 对 容易烂对吧 对 有水容易烂呢 因为为什么要洗 我们都知道绿叶菜有很多土 它特别的根 比如说我们说菠菜也好 是吧 其他的像薅子杆也好 那么它的根部分很多的土 这里就带泥带土 它带菌的 像这种一定放进以前 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 第二个 为什么要把水一定要控干 或者把它擦干以后再放进去 也是避免它乱 但就这样的放进去 也不要不一时间过长 也就不要超过三五天 一定把它吃掉 所以还是新鲜的比较好 对 这总之冰箱就再新 就是冰箱保存的东西 你就觉得再好 也不如我们刚采摘的东西新鲜 而且我今天还发现 我们的编导非常的细心 大家往这边看 这里边呢 还有一盒剩饭 就知道我们现在没吃饭的 把他们家生饭拿来了 我不知道就是几位 在家的时候冰箱里 会经常装剩菜剩饭吗 会的 就是有的时候吃完了以后 还有剩一些米饭 或者是做了汤 稍微多了一些 会在冰箱里头放上一段时间 比如说中午做好的 晚上再拿出来 微波入热一下再吃 太会过日子了 那这种方式你觉得合适吗 我不知道你拿出来以后 加热多长时间 就是如果热汤的话 时间长一些吧 五分钟这样 米饭这样的就两三分钟 反正是热在吃 因为里头太凉了 饭在里面 合适吗 还有其他人 不知道能够加热多长时间 有没有拿出来就吃的 有像那个头天 可能叫披萨 或者买的面包放冰箱里 第二天早上班的话 就是没加热 直接就带上出去 路上就吃了 别的也没有 别的一般都要有菜的饭 都要加热一下才吃 剩菜剩饭可能是冰江里 很多家庭里头吧 是冰箱的主角了 是大家吃不了东西 都往冰箱里去塞 那么夏天呢 我倒建议大家尽量 不要有剩菜剩饭 那么吃多少做多少 这样很新鲜 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国家 大家有个习惯 大家可能不像西方 有个分餐制 我们都是大家做了一块 你一块子 我一块去夹着吃菜 那么在吃过程当中呢 菜这个筷子里面 可能菜里头 带有一些唾液在里头 那么这个呢 如果隔夜以后 它很容易让细菌来生长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我家里人 我妹妹 她每天都是到单位 然后带饭吃 头天晚上呢 做好了一些多一点的饭菜 然后搁置到冰箱里面 第二天一大早上班的时候 再带到单位去吃 她几乎现在都已经形成习惯了 这种呢 就是说 如果她要是带到单位里面 去吃的话 一定要彻底的加热 这样子才能够安全 微波炉 您觉得能够达到 彻底加热的那个效果吗 微波炉可以 但是时间一定要长 多长时间比较适宜呢 一定要超过三到五分钟之后 三到五分钟 就剩菜剩饭 如果放到冰箱里的话 用什么样的这种包装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 放的比较好 就像这种 一定要放到容器里面去 盖盖的容器里面 把它放好 就可以 如果没有的话呢 像就有些 我看爱吃炸酱面是吧 剩的一些酱什么的 那么最好放到容器里面 再放到保鲜袋里面 放到里面去 通过李方主任的讲解 嘉宾团基本上清楚了 冷藏室中食品的正确摆放方式 但是除了冷藏室 但是除了冷藏室 冰箱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冷冻室 那么像肉类 冷饮和冷冻食品的储存 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就一般我们会买了一些就是新鲜的肉 然后会冻在这个冷冻室里 那像这样的这种冷冻方式 肉放置多长时间比较适宜 肉类的 如果我们最忌讳的 就是说这个肉呢 反复进行解冻 这是我们最忌讳的 那么就是说在买回新鲜肉以后 你应该是事先就把它切成小块 比如你吃多少 一次大概你有多大量 你切成这个量 然后把它放到保鲜袋里头 分别把它包装好 再放到这个冷柜里面去 这样的话 你吃多少 拿多少 解冻多少 那这样子就非常好 炒菜用的肉 就要分割出来这种小块的 对 放在这种不同的包装里面 冻在里头 对 要吃多少 你把它取出来画 然后做作风 做了以后 这样是非常好的 不要把一大块拿出来画 以后切一块 就拿回家再去冻 反复这么去做 因为在解冻的过程当中 就有很多细菌 容易被细菌感染 而且反复解冻 被肉质也有影响 偶尔我打开冰箱会发现 尤其是冷冻层 发现一个三四个月以前的 一根冰棍 或者是一盒冰淇淋 可能还剩一半 我想反正是冰的 也去拿了就吃了 口感确实差了很多 但是也能勉强吃 它这个冰淇淋 冰棍的话 它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奇怪的副作用 像这种的 就是说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看看 它有一个出厂期 它有一个保质期 希望大家一定要认真去看 如果在保质期内 你还可以去吃 如果要是超了保质期 大家一定把它扔掉 不要吃了 就看包装袋上的保质期了 同样的比如说有很多的速冻食品 比如速冻饺子 包子 什么馄饨 小馒头之类的 同样放到冷冻室里 它的保质期要怎么衡量 每个袋子上它都有 比如保质期三个月 保质期比如说12个月 都不同 那你就一定要看它出厂日期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尽快吃掉 不要放置时间太长 那我教给大家办法 比如说你冰箱外面可以 在冰箱门上你挂一个本 或是一个卡片也好 写上每一种食物的保存的期限 这样你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那最后我们想听听 讲完这么两节课了之后 李主任再对冰箱的使用给一个总结 冰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必备品 冰箱它很安全 也很便利 也提高了我们很多 也提高了我们生活质量 但是大家应该记住一点 冰箱它不是保险箱 它也不是储物棍 希望大家能够科学地使用冰箱 让生活更美好 大家的身体更健康 那其实冰箱对我们生活当中 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家用电器 是一个好东西 但如何正确地使用它 更利于我们的健康 更便于我们的生活呢 就看您在生活当中 如何做一个有心人了 好 让我们用掌声再一次 感谢六位非常热心的 健康家民团的成员 也感谢李主任 欢迎您收看科学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以此街头的偶然相遇 引出一段尴尬的秘密 频频进出药房的举动背后 隐藏着深深的玄机 四岁女孩为何考试伟哥度日 谁能给她带来片刻的安宁 敬请收看健康之路 让我陪着你